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禮拜一一開盤 教訓指數就面臨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震盪喔 那這支線圖的一個形態上面 留了一個小幅度的跳空缺口 把這個上升幾個低點連線最平緩 這個要求最低的這一條上升軌道 今天是有點震盪去做一個跌破 其實劉老師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報告 包含我在禮拜天的時間點 針對期貨選擇權跟群益期貨做一個配合 替大家做一個教學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以及禮拜天的一個教學 就很明白的跟大家報告到說 其實我們根本不必要知道這個禮拜 教訓指數的開盤怎麼走 從上個禮拜如果你學會一些 技術分析的開盤方法 簡單的一個KD指標 根本不需要等到禮拜一開盤 你就知道這個禮拜 周KD就一定會出現死亡交叉 對於大盤來講壓力是比較大喔 那因此在這個風險比較 高張的構成裡面 投資朋友這個禮拜 你一定要盯緊後續盤式格局的發展 因為禮拜一的走法不是太好 明天再等不到一個比較明顯抵抗的動作 我認為這盤式格局這個風險越來越高了 好吧 那另外一個主題 今天還是要跟大家報告到 關於禮拜五的時間點 禮拜六的時間點傳出來一則消息 所以黎智英先生成為在王小龍小姐 王小龍夫婦之外 最大宏達店法人的一個股東 個人的股東 一口氣買進了2%的持股 甚至於比周永明先生的一個持股還要高 那這則利多消息的激勵之下 宏達店今天有一個比較明顯向上攻擊的一個走勢 今天還幾乎有那種氣勢 想要直接去攻漲停板 好那劉老師今天是重新再把 我們上個禮拜四這個轉折低點 買到的宏達店 是不是跟大家倒數預告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掛141.5 買到當天拉尾盤 兩天的時間又噴了一根漲停板的價差 好那後續三支五怎麼樣規劃勒 好劉老師先跟他報告是說 我們選擇把這個逼近10塊錢的價差 那兩天的時間又拉開一根漲停板了 那為什麼選擇短波的獲利了結一趟 難道劉老師不看好黎智希先生的入股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交易面上面這一個轉折時間波 為什麼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說三支五還是會用噴的 兩天讓你看到一根漲停板的價差了 可是真的拉高 預線的指標再過高 可能會有一個短波的背離 那接下來 宏達店要怎麼樣去做規劃呢 怎麼樣去建構 好好的一波紮紮實實的 像從10月7號到現在為止 宏達店已經累積五根漲停板的價差了 那不論你宏達店套牢在哪裡 不論你手上的股票有任何的問題 我想假設我們可以秉持著宏達店 這樣子的交易脈絡 你有100張交50張給劉老師 我們反覆類似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一根一根漲停板 辛苦的去經營它 仔細的去經營它 其實也不會太清楚 劉老師幫你去預告 多頭攻擊的時間波 他也按照我們規劃 洩刑之後向上噴出了 所以劉老師一直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宏達店這一波 匹吉泰來 加倍奉還了 好吧 好那 35的規劃跟我們的想像差不多 就是下探如果140.5 加10塊錢大概 至少看到150.5你再來買 額外又再去幫你掌握一根漲停板價差了 那我認為宏達店這一波是絕對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加倍奉還呢 有沒有機會成為大盤 如果要走一個比較明顯的 震盪向下走勢裡面 劉老師少數認為 就算是大盤 從這個位置點 才要去跌500 1000點 我還是願意去盯緊宏達店 如果一個短波震盪 帶著我會員朋友去掌握 宏達店後續的一個行情 好不好 先回來大盤的一個走勢 在這邊劉老師上個禮拜的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報告到了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台啟旗會一個震盪 從高點到低點的一個震盪 速度也很快 一波直接殺盤就是80點 從高點到低點 其實在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報告到說 要稍微注意一下 高檔區追加的一個風險 對不對 因為開盤八把的口訣 當你出現了 兩高不過高轉片線 一高壓力盤 那在低代的八把裡面 禮拜五你可能會被騙進去 買股票 但是 假設你知道禮拜四是三點盤的 變盤轉折性 那個高點是絕對不能追的 你就會預防禮拜五的時間是兩高不過高 轉片線一高壓力盤 禮拜一還會再取低喔 所以是不是告訴大家一開盤的時間點 很積極的就針對你手上 如果你想要做多的投資朋友 你更要先打一批的空單 進場做一個短波的避險 要是不是把行情看得太差 我認為這一波只是 中期第四大浪的空頭回檔 只是第四浪的空頭回檔 未來交減指數還是有再創高的機會 可是假設你沒有避開 這一波明顯的下探 那未來交減指數再創高 你哪有資金再去做加碼呢 聽得懂劉華老師的意思嗎 而且摩台子創下一個歷史最大 未平昌的一個水位 那投資朋友要去注意就是說 市場有很多的分析水位 其實我不會把這一個 25萬口歷史最大的一個 未平昌水位把它解釋成 叫做避險 就是叫做避險水位創新高 未平昌其實就是加權指數 或起貨指數的位能 它累積越大 後面不論多不論空 都會有很大的行情 它沒有告訴你說 必然外資就是要打空 一定要去照顧到 其他基本面的一個發展 所以你聽到7800點 你聽到7700點 外資的避險水位創新高 後來加權指數 嘎了1500點一波到底 所以重點是 未平昌在增加的時候 它是漲還是跌 當加權指數未平昌上攻 這個未平昌是增加的 而加權指數走高 就代表說 這個是一個多方強勢的行情 同樣的 如果這25萬口水位 如果殺下去 外資還是在未平昌增加 投資朋友 那你要注意 這波風險就非常大了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 特別跟大家提醒的 尤其日線圖的一個格局上面 又已經出現了 波浪理論的一個向上線型 因此這個風險是非常高的 過去我們看到 宏達電低檔區的一個向下線型 那你就看到宏達電做一個 向上噴出的動作了 等一下我們再看宏達電的圖形 但是那反過來 加權指數不是剛好 是向上線型 向下線型的相反嗎 剛好反過來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預告了一個禮拜說 你要注意國際股市一個熱錢變盤轉折週 實際上面你可以看到 同志朋友 在上個禮拜回來 美元指數做一個比較明顯的 一個向上彈升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你要注意非美貨幣轉弱的話 連帶國際股市都有可能 會被做一個帶動 你可以看到歐元指數 假設歐元一個槓桿是 大概是25倍 這樣子就是 就是十幾萬元 已經超過一個margin了 所以這個風險跟波動非常大 總之朋友務必要去管控 您自己資產的一個風險 那至於這一波的風險到底多大 廖老師會緊盯著 後續的盤勢格局的一個發展 好 那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就已經跟大家預告說 由於這個未能太大了 你不能夠去 必應該要想辦法去規劃 這個盤勢格局的風險 所以即便有再好的股票 我們要買 我們這個時間波也要多看幾個交易日 好 那同時呢 如果您願意的話 就像當初劉老師在帶領宏達電的會員朋友一樣 我們不會一路宏達電就只是偏多操作 那除了幫大家掌握宏達電來回轉 整個價差之外 也會適當的幫你去規劃一些期權的一個避險的部位 好 該空的時候就空 該做多 比如說當初的一個選擇權 講說這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的保證 可是假設你宏達電已經套牢在三百塊錢 四百塊錢以上的理論上面 要賺回來的時間波 呃 機會到目前為止我們看 這個機會還是非常少 所以我們當初幫大家為什麼要配置一部分的資金 往期貨選擇權這邊做一個配置 最主要原因是說如果行情對了 好 齊權空頭也可以去掌握行情的一個價差 好 只要它肯波動 好不好 所以提醒到大家說 呃 在 呃 高檔一個向上卸行一個位置點 一高壓力盤本身就是要留空的 兩高破平盤更要注意稍微盤 今天高檔區 震盪的一個下壓的水準 同志朋友這兩天的時間 好 這是11月1號的時間點提醒你說 你可能要留到4筆空單留倉了 兩天的時間已經殺了150點向下的價差了 好 所以同志朋友我們再來比照一下 大盤兩天的時間殺了150點 好 這樣一差期貨就是三萬元以上的一個價差 150點 可是咧 如果宏達電你震盪下壓 ABC買到3至4的時刻點 好 來 避險所單幫你的宏達電做避險 台子期貨殺了150點 而宏達電噴出一根漲停滿價差 好 那你再把這個宏達電的二分之一的部位 可以至今做一個短波的調節 好 所以劉老師說 不要擔心這個盤式格局會發生 我認為會有明顯的震盪 好 甚至於要注意說這裡是一個向上洩行波 之後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下殺 好 那因此在這裡策略一定要好好的因應 可是即便是空投走勢 也有機會是一個越波動對於行情越好啦 聽得懂劉老師意思嗎 只怕沒有行情 那如果是一個空投行情 我們就提出因應的策略去做交易跟操作就好了 好 股票要買的慢一點 那你手上資金太滿的投資朋友 一定要先調整一批資金出來 那這些股票到底怎麼調勒 好 到底是漲高的 好 我們大盤先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認為這個禮拜投資朋友還是要務必 好 去注意後續的這個盤式格局的風險 我們已經跟大家講了好幾次 8400年以上 找到一個位置點 你可能他只修了一個空單 就要做一個比較明顯的 好 不空的動作 好 好 但是現階段 投資朋友 有一匹股票 類似像 聯發科 好 如果當初殺回來300塊錢這個位階 劉老師會請大家做一個不決的動作 好 禮拜五法術會是好消息 好 第四季節的季節的幅度大概只有5% 但是 超乎市場法人預計的狀況之下 短線上面基本面最好 資金有短波進駐的動作 今天創了下一個新稿 好 可是如果是劉老師當初 我們會請大家買的是三六解氣力的成心 好 你就額外比這個聯發科多賺三根漲停板的價差 好 聽得懂你要是什麼意思嗎 但是有另外一個類組次族群 好 出貨面板相關那個題材 相群創 好 週限 即將連續九週一個鄉下扣體值 當這個盤勢格局 我們剛剛把宏達電今天一根漲停板的價差 台子期後下差150點 這種交易模型放在你心裡面的話 如果是我會員朋友 我還是會複製宏達電去找一批跌很深的股票 想辦法去找一個佈局的一個機會了 好不好 那因此剛好 我認為行情來了 有機會再去把宏達電接下來 如果有一個小輔助的震動下壓 接下來就是主身段了 好 還不曉得怎麼樣掌握宏達電行情的投資朋友 就交給我們 好 但是呢 今天 投資朋友 你手上如果有3006的金浩科 今天灌到跌停板 好 廖老師其實已經聽到大家說 這兩個禮拜來講風險 你要做一個優先管控 好 但是這兩檔股票3673TPK 今天再灌到跌停板了 好 我反而要告訴大家 這些股票未來絕對有希望 我願意給大家關懷 好 我願意提出一個合理的交易的模型 想辦法幫你的金浩科 想辦法幫你TPK 好 類似像金浩科 廖老師已經提醒你說 好 40塊錢公高上來都是要短賣囉 好 今天正當下壓ABC 好 來 接下來 金浩科TPK的行情到底怎麼樣看 廖老師有第一手的 好 波形的一個掌握 那 我會想辦法幫他 類似像宏達電 這13個交易日裡面的5根掌停板架 加插 積極的去幫你的成本 做一個好的調整 好不好 好 後續盤勢格局到底怎麼看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師局幫我解析 台北人最接近水岸的一次 最國際的景觀 最無價的綠地 最優質的團隊 最難得的是 戶戶挑高3米6 台北車站10分鐘 買得起的水岸人生 森林上河園 2293 23333 最結實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民師 都在顧德投顧新版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 顧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 盡在顧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 2578 3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德投顧 森田藥妆 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妆 爸爸 二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二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 也是代用 森田藥妆 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妆 好 好了 我們現場 那關於上半段時間 其實廖老師已經提到了 像有達 群創 一龍電 TPK JP 跟觸控面板相關一些題材喔 好的現場已經看到了 但是由於籌碼面的一個相對來講是比較凌亂的喔 那他複製宏達電 類似像140塊錢其實已經是中期而底部區 但是額外下殺一個斷頭洗手碼 甚至於低檔區下殺去右空 好 那上個禮拜五的時間廖老師已經跟大家預告 觸控這個題材 兩個禮拜裡面 你會看到周KD低檔區的一個黃金交叉 為什麼 以及廖老師為什麼在大盤還沒有開盤出來之前 我們就跟大家預告 好 那周KD這個禮拜一定是死亡交叉了 好 因為上個禮拜 連續兩個禮拜是長紅K長紅K 周KD的第九周 第九周扣得以這裡 那因此你只要往上跳 這個KD自然死亡交叉 大盤的風險就已經看到了 可是同志朋友你來看這個是 觸控面板相關的一些題材 好 這個是群創的周線 已經連續1 2 3 4 5 6 7 8 9 好 從第九周的KD扣體值直接往下扣 船空的五浪也已經下殺 而且細微波分15浪也已經結束 好 那現在周指標是背零 所以我知道今天盤面上面大盤的一個弱勢 最後的這些122塊錢 宏達店前後的這些類股市族群 好 那也做一個向下的洗盤 但是同志朋友 這一次這些股票問題 不論是哪一檔股票 到底它是高位階 低位階 您還不是非常清楚的同志朋友 好 這一次麻煩大家主動一點點 劉老師會想辦法 類似像宏達店提出 好 這五根掌停板的反擊方案 幫大家做一個 匹級泰來 加倍奉還 好不好 好 那因此呢 面板族群 麻煩大家持續追蹤了齁 RSV9連續向下扣底 好 千萬不要在這裡做一個殺地 那問題是怎麼買 調整起來163要不要賣 下殺到142可不可以買 同心又反彈到158可不可以賣 同志朋友 這個脈絡 即便你看著劉老師的節目 我們每天事先用對的方法跟大家分析 我們行情都是事先跟大家研判預告的 包含今天宏達店的3-4轉3-5 好 可是有時候買賣點一觸即發 然後那個稍縱即是你錯過了這些買賣點的訊號 眼睜睜的就看這盤式格局 很活潑 其實行情是有值得去掌握的可能性的 好不好 好啦 那把這些股票交給我們 但是有一些相對轉折高級期的股票 好 那劉老師就要提醒到大家說 呃 我們其實已經挑出了將近10檔 做空閉險的名單 好 為什麼要挑出這些做空閉險的一個名單呢 好 投資朋友 有一些維持率比較偏低的投資朋友 你就不能夠去買宏達店再去撐了 因為你也錯過宏達店的買點 好 當盤式格局 如果是一個小幅度的一個震盪的時刻點 好 你如果有維持率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去買絕對第一期期的宏達店 宏達店五根漲停板 你的維持率已經從160將近變成200%了 聽得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可是這個盤式格局 如果大盤有一個震盪向下回檔的風險 你一定要空一些有可能高級期 會向下反轉的股票去撐 好 因為如果大盤震盪向下 九成以上股票都會跟著大盤向下反轉 好 那我當然會希望 在我的節目當中 由於大盤有可能有一個急殺向下反轉 好 提醒你說這裡的一個風險 順便幫大家去照顧這些股票的一些價差 但是我想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好 就像我告訴大家 宏達店絕對有希望一樣 我看到的這些相關 不只是宏達店啦 金浩克這一波殺的也夠深了 伊隆店這一波殺的也夠深了 友達群窗也殺的夠深了 那這一波股票到底是什麼位置點才會是類似宏達店 你一定 尤其是你套牢在相對高昂區 一定要去加碼買第二筆的一個位置 好 那這次你一定要積極主動一點 好 不要再把問題藏在你自己心裡面了 好不好 希望劉老師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們會採取當初跟大家報告到的 劉老師用來8400點上下 再上去都是很高風險的位置點 所以我們提醒到大家說 在風險偏高的位置點 好 想辦法去 控一些高級台勁後來殺了兩根跌停板價差 大力光也震盪一根跌停板價差 即便法說會的消息出來 沒有漲 對不對 好 那反而匹吉泰來的宏達店 由於是向下洩行 已經破了3955相對低級期 大盤急電要回檔 他反而會在今天逆勢 好 兩個禮拜之前 七個將一直噴出五根跌停板的價差 對不對 好 未來我認為有一些 長期中長線的一個產業 比如說聯發科相關中長線的概念股 太陽能產業的概念股 這些長線有競爭力的產業 劉老師看到一個合適 買進一個位階 我也會想辦法幫他做一個掌握 好 可是 同志朋友 現階段的操作策略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個交易的過程裡面 可以把我們過去宏達店這一波交易的脈絡 把它想清楚 好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大盤你現階段一定至少要留五成現金 好 哪些股票該賣 好 劉老師來幫你看 哪些股票不能砍 要去等絕對低基期的一個加碼點 好 那這個加碼的模型 交易的順序到底怎麼做 我們會複製當初宏達店跟大家報告到說 好的 劉老師朋友 那宏達店是絕對有機會 匹吉他來加倍奉還的 好 宏達店是絕對有希望的 好 但是你套牢在250塊錢以上的 你一定想辦法把這一波反彈高點賣出去 好 那個賣點到底在哪裡 但是250到170元你撥一半的張數 好 即便你當初買到170 先反彈到160先賣一趟 壓回來 重新殺到120的時候買回來 再反彈到150你170不是解套了嗎 好 那所以 劉老師認為 宏達店這一次絕對有行情 今天我們把第二筆多單 做一個短波調整出清的一個動作 那到底下一次第二筆多單怎麼買回來 我認為其實這個時間波不會太久 因為剛上半場的時間 一開場就跟他報告 這波的震盪調整完 因應大盤的一個風險 往下的一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利用空一些台子期貨 保護你做多宏達店一個部位 可是做多宏達店的一個部位 你還是要做一個來回 一半的一個資金 做一個來回調整做價差 如果向上洩行有擊殺的機會 其實類似像前一波宏達店的資產管理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之保障 可是你其實可以在一個月的期間 一口氣撞回三張的宏達店 好 那這個交易過程怎麼做 怎麼樣才能利用這波行情 宏達店 匹吉他來加倍奉還 好 梁老師全線都已經幫他掌握好了 等同梁老師理念的投資朋友 好 我會希望由梁老師來幫他做一個 第一線掌握動作 掌握加倍奉還的一個機會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近視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關心您 最結實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民師都在 固德投庫新版網站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固德一投庫 第一手資訊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2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庫擁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匯資訊專線 02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頂尖的投庫 最專業的投庫 最專業的投庫 固德投庫 最專業的投庫 固德投庫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庫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訊專線 02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頂尖的投庫 固德投庫 PMG國際團隊 獻給那壺最美的禮物 樹的大陽台 水的空中花園 一戶一堤廳 一戶雙樹苑 女主人的空中花園 男主人的庭園書房 大華湖裕 2785 0888 這裡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裡有我最美的記憶 這裡有最疼我的親人 出發 返鄉創業 青年創業啟動金 帶給您第一桶金 0800 06 1689 青府會關心您